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避免的呢 今天为大家总结了19个房屋格局风水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对照查看 一 一键穿堂 一键穿堂也是居家风水中常见的泄气格局 所谓的一键穿堂是指家中的客厅阳台与餐厅的阳台在一条直线上 也就是说两面键窗户 集气由入户门进来直接就从两侧的阳台卸出去了 这样的格局存不住气因此也不好的 一键穿堂也还有入户门直接对着客厅阳台的 集气进来之后从客厅阳台就直接卸出去了 化解的方法可以在窗户的内侧各挂一条富贵有余来进行化解 二 住宅不宜选择三角形的宅基 地基在里是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 选择住宅时一定要先考察地基 有人以为建筑地总是长方形四角形 但那是古代的情况 在现代三角形的地基其实还是不少的 三角形本来是最稳定的形状 但如果作为地基却危害多多 中国自古便有天元地方的观念 房子的地基一定要建得方方正正 如果是三角形的地基 可能会给居住者以精神上的打击或干扰 以至于居住者精神涣散思维混乱 做事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 门窗过多 不少楼房在设计时主要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阳光 让室内有更多的明亮感觉 因此窗户会多设计一些 做的也是很大 门窗过多除了会导致身体不好 家中的钱财好谢也会加速 化解的方法就是在每个门窗内 各挂一个开光的植物葫芦来进行收网器 四 入户门对着楼梯 入户门在居家风水中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家中的唯一的出入口 也就是纳气口 此处只是一纳气不能泄气 而且要纳集气 如果家中的入户门前正好是一个下楼的楼梯处 那就不好了 因为气场与水流是一个性质 那就是由高处向低处流动 这就是说外面的集气不会纳入到室内来的 而且把室内的集气直接就泄到外面的楼下去了 因此这种格局属于泄气格局 化解的方法可以在门上贴一张海神门符来化解 五 住宅不宜选择前高后低的地基 从风水上来看 前高后低的地势非常不利于居住 这种地势背面一般都没有善 而在城市建筑中 也往往是同一片区里最靠后的建筑 这就造成背后没有依托 整个房子看起来就缺乏安全感 宅运又怎么能够稳固呢 前高后低的地基还会使屋宅处于备孕当中 这种地基上的房子会给人一种厚仰的感觉 地基不正 居住其中则无形中会造成精神上的压力 而且前方地势较高 朱雀高于玄武 对屋宅会形成压迫之势 也不是极宅应有的地势 即使从建筑学上看 前高后低的地基也不适合建筑屋宅 地基不平 房屋无法架构 因而需要将地基修平 这样既费力气也会增加建筑成本 若是自己建房 尽量避免这种地形 若是买房 也最好不要买这类房子 六 类生间漏水 风水中讲 山管人丁 水管财 说明在风水中是以水为财的 所以家中想要旺财 存住钱 就要把家中的水管好 如果家中有泄水的地方 那就是等同于泄财了 再看风水中 特别是一些年代较老的一些楼房 因时间太久了 水管会有破裂之处 导致水从里面漏出来 卫生间就是经常被发现 是漏水的主要地方之一 化解的方法一 是修补漏水的地方 二是在卫生间 挂一堆开光的植物葫芦进行收起 七 不宜选择坐向为正南正北的住宅 因为我国地处赤道以北 属于北半球 根据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 我们国家的生活住宅 已以南向为家 据考古发现 从新石器时代时期的半坡遗址开始 到历朝历代的皇宫 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的 但是就一般居民而言 风水上却不提倡正南或正北取向 究其原因是因为正南正北 为帝王之相 比如古代的皇宫 基本上都是标准的坐北朝南的坐向 以此凸显君临天下的威势 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标准的正北正南坐向却是 暴起暴跌 大起大落的坐向 野鸡 俗语所谓一朝君王一朝贼 普通人家是销售不起的 住了正北正南坐向的房子 一般主人际遇时好时坏 生活大起大落 不亦安定 奔波操劳 终碎不绝 八 明堂为道 风水中是讲究明堂的 因为明堂在风水中代表 望运是否长久 在居家风水中 明堂就是客厅的位置 明堂大 宽阔 明亮就能聚集旺气 家中的财运就会好 如果明堂过小 或者说把明堂当成通向两边的过道 那就不好了 人一天走来走去 引起气畅流动 就造成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就会泄气 造成耗费钱财 化解的方法是在明堂处 摆放一个白色的大水晶球来收旺气 九 财位不聚气 我们知道 居家风水中有个很重要的财位 那就是家中的固定财位 这个财位以藏风聚气 最急泄气了 因为泄气就是在泄财 财位上泄气一般有两种原因造成 一是财位处有门 比如说家中的卧室门正好处于财位之上 人每天都要进进出出的 门开来开去 这样就引动了此处的气场 因此根本就做不到藏风举气了 二是财位处有窗户 财位一般都在客厅处 特别是客厅与阳台的交接处 以前的阳台窗户较小 家中的人也比较仔细 现在的建筑设计都是落地阳台 大窗户 两边留一小块墙角 财气经常被气流所引动卸走 因此这也是不能聚财的 化解的方法是在财位处摆放一个财源滚滚来聚财气 十 住宅西北缺角影响子嗣 西北方有缺角或凹入影响子嗣 主人亦异患呼吸系统的毛病 十一 走廊切开 屋子两半大凶 根据房屋布局风水学 屋内走廊只可部分 不可贯穿全屋将屋子分为两半 否则也是凶相 十二 入门先见厨厕是退运之宅 房屋布局风水学认为 进门必先见客厅 进门先见餐厅 厨房或预测是洋宅的大计 也不合常理 居住期间家运必衰 十三 住宅南北皆凹入官非灾病 南北两边皆有缺角或凹入 救助期间官司不断 灾病连连 十四 回字形走廊对宅运不利 屋中的走廊不可刚好形成回字形 否则对宅运大大的不利 十五 天花板的颜色已清爽明亮 房屋布局风水认为 未符合天清地拙的原理 天花务必比地板和墙壁的颜色浅 否则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压迫感 久住不移 十六 住宅正东缺角 衣食不周 正东方有缺角或凹入 虽无大祸 居住期间 衣食不周 十七 天花板过低 影响健康情绪 房屋布局风水知识认为 天花板过低 除了有压抑感之外 在人多的办公室 餐厅 由于通风不良 氧气量不足 不但减低工作效率 也亦影响健康及情绪 十八 住宅正西缺角 大凶之宅 正西方有缺角或凹入 则为大凶之宅 万万不可迁入居住 十九 住宅东西皆凹入 一生庸碌 房屋布局风水学认为 房子的东西 两边皆有缺角或凹入 虽无大祸 但一生庸碌平反 有志难深 难有大成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试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